那我就接著接訊呢 這是農來訊的應用這樣子 那所以我的主題是農來訊呢 可以結合SHARP GPT的應用這樣子 那高雄市呢 是全台灣唯一呢 就是它的供給呢 是農地夠大 然後它的需求呢 也人口夠多的一個城市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 有三個大的痛點 第一個是缺工 第二個災損 然後呢 現在還有一個節能的一個 一個易局 所以地方的需求呢 是有持續在推動智慧農業 那希望達到省工省時 還有精損農業的目標 所以呢 我們主要提供是 AI全自動化的物聯網控制系統 可以來促進ESG的智慧 節能以成功 好像第一個框框的話呢 是可以透過 AI的感測器把數據呢 連到物聯網平台 所以第二個呢 是物聯網平台 那透過第一跟第二的話呢 我們主要的 跟其他廠商的差異 就是我們主要強項是在控制 所以透過數據跟平台的 這個判斷之後呢 控制器就可以全自動的 控制這樣子 那在全自動的控制的過程中呢 他就會自動去做運算 所以第四個格子的話呢 他就會即時做資料的整合 那其中就是 可以結合氣象資料 農耐訊資料 然後其他相關平台的資料 那整合完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做即時的數據分析 所以這個土的話 他是即時跑出來的 就是機器在動作他土不即時 就會產生的土這樣子 然後呢 那即時產生的話 因為我們控制器跟感測器 控制器可以5秒就丟一筆數據 他會一直丟 然後送三條後面的 那有一些重要的數據 不可能收集那麼多 因為如果5秒都收集一筆 那個一個月就很可觀了 所以我就把關鍵的數據 他可能定時30分鐘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 會記錄一筆這樣子 所以他就可以把這些數據 去分析說 我這段時間的數據的變化 這樣子 所以這樣整個一連串過來的話 就是可以把它串起來 然後結合到我們的設備 就可以做全資料方法的控制 來跟判斷 那NASA的最新研究呢 就是說 現在全球軟化 然後呢 這個 作物的生產期變短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產量 所以呢 這個就會有影響到5%跟30% 所以除了設備之外 像科技啊 但是呢 這個5%到38%呢 反而是氣候的話呢 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殘忍 所以你如果說能夠 機器也有 然後呢 這個 能夠知道這個 預測 那個作物的生產的這個變化呢 這並也有的話 再兩個加起來 那這個 就是一個我們 未來要發展的方向 所以呢 高雄市的第二個需求呢 就是 它會持續建置這個高雄農南訓 那地區就是全區這樣子 那就像剛剛這個 前面的這個簡報說的 就是有得到 就是波的獎項 那主要的話 就是有提供40年的氣候資料 然後300項的作物產期 那主要是它的防災 跟管理的專家系統 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跟我的這個設備呢 來做結合這樣子 那第一個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軟體的整合 就是剛剛這個 前面的簡報有說 它有提供那個 介接的API 那我有那個API之後呢 我就可以產生 動態的產生 左邊那個報表 為什麼動態產生呢 因為那個API的農業的資料 它是定期會更新的 它不是靜態的 所以它是一直會變化的 好 那第一個 我們要處理的動作呢 就是你要怎麼跟它同步 因為它會變化嘛 所以呢 我們就用一個機片 把程式寫進去 然後這個機片呢 它就會自動去跟它同步 把資料呢 連到我的物聯網平台 連到我的SERVER這樣子 所以它定期就會 有一個機片 會自動去溝通 所以變成龍來訊 它只要有變化的話呢 我這邊資料就會重複起來 對 所以就會變成 這個表格它是 根據龍來訊 它的變化 這邊就會自動變化 那主要可以提供三個 主要的項目 第一個是 作物的防災告急 第二個是 生產管理的建議 然後第三個是 作物的生育取的 查詢這樣子 好 那設備的話呢 我們也是有一個ESG的策略 就是說 我們參考前面人家 就是申請認證的一個 一個經驗 那我們要把電話之後呢 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如果能夠維持現在的 生產水準 好 然後呢 這個 三年內能夠減少多少 排放量 這第一個標準 那怎麼量化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自動化來取代增購 就是說我如果 原來的設備的利用率呢 我能夠提高的話 然後呢 就可以降低那個 燙排放量 這個多少趴當然就是 看我們實際上 去換算這樣子 那第二個可以量化呢 就是我可以減少我設備原來的運作時間 我本來就是 有的水就是開整天的 那我現在是開 我已經有找到最好的模式 我不用開那麼久啊 那這個也可以降低太長範 所以它在做ESG認證的時候 我就發現它可以抓住這個 這個量化的這一個方向去做這個 把它量化出來 然後去做認證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第三個 我們在軟體的部分 我們整個 因為我們就有農來區的結果了 那再從這個基礎呢 再去結合SHOP的GPT 我們的 然後呢 就可以透過AI 提供全球的解決方案 就是我從目前的 產出的基礎 然後再去撈全球的解決方案出來 那這些方案都會有那個 都會有那個 就是我們 論文不是都會有 跟你講來源嗎 那你結合SHOP的GPT 一樣它都跟你講來源 所以這個來源 你可以擁有全球的這些解決方案的來源 而且可以把它存起來這樣子 請說 好 後面有判例 等一下簡報後面有判例 你可以看一下 完全都是有圖跑出來的 看圖就可以了 等於數據轉換成圖表這樣子 我是說 你們值得 因為 你們這位 自己也會想像 看牌吧 那 我這邊有檢討 但是因為我 外包人 等於採購你們這個 植物 那你們的植物 其實也有 也有 碳牌的量 所以你們自己有計算 自己的碳牌 我們自己的碳牌量 對 因為你們這軟體要好 其實需要 還是需要母源 對 那我是有降低 但是因為 我是透過你的方式來降低 對 你的這邊 還是有碳牌量 所以我應該把你們這邊的碳牌量 要算進去 扣掉 你要加進來 因為 我就不會像 我這邊原本 算了 看得很多 但是其實上面 其實是因為 應該還要再加 好 這個建議不錯 這個可能 目前的簡報 可能沒有這一頁 我之後可能 也會想辦法 把這一頁做出來 這樣子 好 這邊的碳牌怎麼做呢 你今天有農來訓之後 你可以輸入三個欄位 第一個就是 你的縣市 然後地區還有作物 那這個是 他在後台可以設定 比如你有一個下拉旋 設定好 那這個是 User的介面 所以他自動會帶出來 所以我到後台設定好之後 農民他是 不用再輸入 他就是 直接看 就會自動帶出來 那帶出來之後呢 就直接可以從這個農台訓示 你可以抓到 你看他說 第一個我輸入縣市地區作物 然後他就會提供這個作物的警戒 那譬如說他這邊 你看高雄市 旗山區他頂猛 然後下面他的警戒是說 你兩度C 日降溫兩度C以下 你可能會影響這個成長 會影響他的這個收穫的期成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一個 基礎的一個 建議已經出來了 我後面還有辦法建議 譬如說你快避 注意溫差 然後呢 適時的這個 注意溫差 好那 往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在龍來心的基礎上面呢 去接接效果GPT 所以我們就要自動產生這個 效果GPT的指令 效果GPT指令是什麼 就是一段那個 你要問他的話 你有問過就知道 你要去設計那個什麼 去問那個效果GPT的話 這樣子 好那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 這全自動就是電腦組合出來的 他組合出GPT的指令 那整一個指令 你看那個方向就是剛剛那個 農來訓的這個關鍵的這個 字串 但是我們用電腦 把它組成出來說 好這個 然後 我該如何防範 那這個 ShopGPT呢 他就會提供全球的資料庫呢 提供這個防範建議 你看這個 他就會說 你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然後怎麼防範 然後你看更詳細的 然後這邊有什麼 台灣農業資訊 台灣農業資訊 他會跟你講來源 對 但是因為全球的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你重新整理一次 他就再訓練一次 對 所以他就會來自全球的 不一定是台灣的 他就全球的資料都會提供給你 這樣子 那這樣子跑一次 以現在而言 那個效果GPT就要收費一次 你看他就是跑算 跑那個算力的 對 那你的算力 你的問題難度越高 他算力越高 他就收費 所以就點數就越高 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的架構就是說 在農來訊累積多年的資料呢 就是我們的基礎的一個 好 Data這樣子 那我們上第二層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結合 深層式的AI 那我們現在呢 是接接付配版的這個 效果GPT3.5 我們有看那個報紙有沒有 現在4.0的反而 那個什麼 準確率還沒有3.5的高 對 好 所以呢他會自動組 組的GPT質地 然後提供全球的這個解決方案 那我們農民的話呢 就可以到他的界面裡面呢 把這些成果呢 因為他是靠錢換 那個計算出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這些結果呢 就會變成累積多了 就變成農民自己的know how 以前齁 我都可能還要去問農民 農民也不想跟我講 等一下我用這個有沒有 我自己多算幾次 我的Data就有了 對 我就不用問齁 就是等於是 從這些資料再堆疊上去 我擁有很多解決方案這樣子 所以 我可以提供全球最有價值的解決方案這樣子 可以提供全球最有價值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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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 然後給 叫做GPT 那GPT就會根據你這個問題呢 去全球找到這個解決方案 然後給我 然後附上這個參考的那個來源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資料存起來 存在資料庫 存在資料庫 像我們有設計一個 存在我的平台 因為農民會登入我們的平台使用 那整個跑完的結果 我們會做一個案子 給它按儲存 所以它要到後台地 list出來就可以的 請問一下你剛才說 你的東西每一次使用 在refresh一次的話 就可以在那裡 可以進去 對 那一個問題 剛剛你也提到 GPT不管 那你有什麼問題 都有正確性的問題 那你們有人會去核實 核實 所以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才 GPT在提出的時候 指令有特別要付說 你要跟我來源 所以變成說 我要去 自己參考這個來源 是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不可能 全部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說 沒有百分百的 只是說 我們給農民多一個參考 我除了這個龍來訓 可以參考之外 我有AI提供的 全球找這些資料 來給你參考 那其實在結合我們自己的經驗 來做判斷這樣子 對 所以你說 這個一定要 全部遇到這個 因為它有很多 可以讓你參考 那我有經驗的話 我就是 看到我 我適合我的 我就有用了 這樣子 我知道你們的兩點是 如果說 切GPT 他 他會給你一些 他很有自信 但是 不是 不是正確的資訊 對 那如果說 這個東西 假如是 永遠會不會講出 最外面的公司的話 我們沒有參考這個 沒有很快的資料的話 然後說 他就做了這件事情 就是政府提供的資訊 這可能不接觸問題 那我們想到是 會有這一塊的 那個 過去的醫學 要要要要的 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就是後面再來 再來 中國組長看一下 他們家他們是服務業 所以他的話 他的根本是資訊服務業 所以他資訊 提供資訊的公司 那 農民會 這就是市場機制 如果今天我是消費者 我花了錢 我覺得 欸你給我的東西都 負責他 我都忘用 我要嘛就告他 反正是這樣 要嘛就不要買 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他是一個民間的商業模式 就 算是一個服務啦 那就是市場機制 這個服務 他未來會賺很多錢 還是會導致市場機制 那 剛剛有講的時候 工部門在運用這個資訊 他基本上是比較保守 所以你說他風險很大 大概是這樣 所以剛剛那個 就是 去P-Cannery的 就是 對 回到大概兩個問題就是 你剛才的結入會變成怎樣 譬如說農民 他可能要買那個點數 我會在後台給他設定下去 他按一訓練一次 就會花一次點數 但他如果不好用 他就不會再跟你買點數 那如果好用的話 他覺得很需要這個服務 他可能你看他點數有沒有繼續買 就知道他有沒有好用了 所以從這邊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對他有沒有幫助 所以呢 這個最近這兩年的話呢 就是因為持續參加這個 高雄市農業舉辦的這個 媒合會 所以呢 有更多的機會 接觸到高雄市的農民這樣子 那些 現在我們的應用呢 是可以應用在灌溉 灌溉控還有光控 那我目前呢 已經有實現在大樹區 實現高山呢 來透過光控來防治 綠核包的重開 那第一個 你物理網要放在高山 第一個遇到什麼問題 傳輸 對 像我們有網路 你到山區的話 他就丟下去 繃繃不會回應回來 那這個我們也克服掉了 所以他等於在高山呢 可以來做一些光控 做他的解決他的問題 那經過這個證實就是 他用這個光控呢 來防止蟲 他有98%的這個驅蟲效果 那100%呢 用綠能 因為高山沒有電力 所以只能靠綠能這樣子 好 那剛剛的話就是說 我們設備的話 我們怎麼量化呢 因為他我們剛好說 我們設備在一直跑的時候 我們電腦會一直暈算 或是這種討圖啊 那這張的話呢 就是農民剛開始 他用到接到他的那個灌溉系統 他是220多的那個馬達這樣子 那剛開始使用的話 你看左邊半部 這個是撈半年的資料 左半部的話 剛開始有沒有水量都用很高 他剛開始不會造成有沒有 又太低 有沒有他這個忽高忽低 那他調整一段時間之後 他找到他的方法之後 他就穩定下來了 這穩定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他的區間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算他說 這個這樣子的話呢 整個區間他就可以 以最高的水量是365噸 然後最低160噸 他就可以找到他省水的多少噸 那你把這個噸的話 他就可以降低41公斤而已 那我目前做到就是可以產生這個圖 你光控溫控光害都可以 他都可以自動把你產生這個圖出來 那剛剛那個農民呢 因為這樣子導入之後呢 他去年有30幾家的媒體報導 對 所以他去年就很忙 都在上那個新聞還有電台的採訪這樣子 那今年的話我們有導入這個 這個系統在運用在這個 玫瑰的這個產子這樣子 因為他們目前的產能有到5000株這樣子 然後主要是提供給這個 加工廠還有外銷因果 所以他希望這套系統呢 來提升他種植的良率 那現在的話呢 也 也結合這個溫室 來栽種這個玫瑰花這樣子 那因為溫室的話 你不可能這樣子串連 所以我們把它設計成一個溫室 就一套系統 所以我們開發了 AI的全自動控制系統 特色呢 第一個他可以模組化 就是我每個溫室 我把它裝上去 就可以直接用了 然後可以應用灌溉 溫控光控 然後呢 就是可以做到AI的全自動 你也可以隨時延段遙控 你可以現場手動 就這個東西呢 他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變成基墊把它整合起來 因為有的那個現場 那個基墊 你也不可能去碰他的那個基墊 所以呢 第一個 這個紅色框起來就是我們有一個 AI的模組這樣子 就是這個晶片他會全自動的控制 控制那個鋁類開關 然後鋁類開關 他在小電流 他去驅動他的大電流 然後去控制他的那個交流電的設備 好 那第二個 好所以呢 你會看到這個呢 這個自動控制之後呢 下面這個紅線 他可以在後台設定 譬如說我的最高是到哪邊 最低是在哪邊 然後呢 現場裝了一個感測器 當我的感測器呢 碰到紅線的時候 他就會啟動設備 那這個設備 就會自動幫你把它拉上來 然後等到 慢慢慢慢再降到紅色的時候 他會把你拉上來 所以我只要控制我的最高 指墊最低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交給 這個機器自動去處理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穩定這個 土壤濕度溫度跟考慮關照 這樣子 那這個AI的控制目前的話呢 除了感測之外呢 也可以結合氣象季節時間 還有相關的參數 還有龍來訊 他裡面也有提供那個溫度的高級 那個也都可以拿來當成就是AI裡面的判斷的一個 一個參數這樣子 那你看到這個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後台設定 他像我們 種子都會說什麼時段才開嘛 所以大概後台可以設定 就9點到11點 3點到5點才開就好 所以這個機器時間到的時候 他就自動開了 然後呢 你看到11點之後又停下來 然後到下午3點之後又自動開 知道什麼 知道達成我們設定的目標為止 所以他就一直工作這樣子 那呢 剛剛這個前面就是的簡報有說 欸 量化的話 我們現在有容易開始在導入 就是第一個用水流速把它量化 就是我們那個 1.5吋的管有沒有 水出來的時候 要在那邊裝一個水流速 然後把水流速的水把它量化 那電的話呢 我們裝上這個電力分析的模組 也把它的那個 電壓電源把它傳上去 到時候就可以把這個東西量化出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分析這個電力的數據呢 來做一件事 基於節能的分析 好 那這個全自動開功能呢 我發現食物上 你要保留一個傳統的 為什麼 網路會掛 有沒有 網路掛 那現場人不會用 怎麼辦 比如說現場人不沒動 那現場人需要動怎麼辦 你要按一個傳統的按鈕給他 他就現場按一下 他開關就開了 所以他變成說 我可以全自動 我也可以原裝遙控 我也可以手動 我也可以手動 這樣子的話 我一個模組裝上去 他就可以 就可以扣鼻了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是 感受控制跟平台呢 我們都自己開發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串起來應用 就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的定位 就是 資料同步化 萬物皆可控 就是透過平台呢 去同步化 遇到龍南訊的資料 那我們就可以拿這個資料 來做相關的控制 然後呢 未來當然是 往可以AI全自動的控制 來做發展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項 就是要在有龍南訊的基礎 如果有龍南訊持續在發展 我再跟他繼續在間接的話 我做的預期呢 就是可以超過100種 那應用的場域呢 也持續在累加 那我們銷售呢 其實我們已經做5年了 就是從以前 慢慢就是升級到現在 好 我看一下還沒有時間 剩5分鐘 那我最後來撥換一個影片 好了 所以我們最後把軟體硬體整合起來 因為這邊沒有聲音 所以你就 我們在影片把它拍過 I am AI farmer 我是農夫的AI管家 我是全自動化的控制系統 我也為農夫的作物提供 預警與防範 我擁有過去40年的農業經驗 與全球的解決方案 可提供的作物預警超過100種 這是我管理的AI溫室 我會依作物的季節變化 控制好溫度 這是我管理的果園 我會依照農場主人的經驗 我會依照農場主人的經驗 自動灌溉 這也是我管理的果園 我實現了高山透過光控來防治寵害 透過我的AI感測器 我可以穩定土壤濕度 溫度或光照 例如 當感測器低於設定值時 我會自動啟動灌溉 直到完成目標為止 我是全自動化的AI控制 可以依照感測數據 氣象、季節、時間與相關參數 來自動判斷 在完成目標的過程中 為了保護設備 我會自動的休息與工作 直到完成目標為止 我會分析所有的控制數據 調整控制參數 以優化後的控制方式工作 可在節能百分之二十六點八 透過農場主人的訓練後 我可以穩定且精準的灌溉 平均可節水百分之五十七 還可降低四十一公斤的二氧化碳 現在 我開始為玫瑰花農 用智慧化管理來提升種植的良率 我是農夫的AI管家 我是 你隨時要離開就可以離開 這邊呼應一下剛剛 刚这两个讲者提到了 就是应用这些数位工具 在农业上的管理 他有带给农民什么好处 那我还是要重复讲 就是早期我们跟农民说 你要监测水用水 那是没有人会咬我们的 有没有人就说我是自来水 我这个是没有成本 为什么要去监测 所以光是装一个水表这件事情 对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坎 那现在我们确实是看到 这是一个机会 因为当企业开始想要知道说 他比如说我在养的这块田 他到底有没有符合全世界的节水 栽培这个趋势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量化 那在这个ESG的这个GRI303 放油损他就有 他不是要求啦 他就是说油正就是要求 就是如果你要遵守这个准则 就必须去揭露说 在制造这个产品 或是提供这个服务的过程中 使用了多少水资源 那我刚刚说嘛 企业嫌ESG这都是有策略的 他不会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完美的企业 所以通常都会说 哦我跟大家差不多 然后第二年 我们第一年就是做一个盘查 我使用了哪些能资源 第二年他就开始做减量 所以我们在规划企业ESG 不论是ESG也好还是减碳也好 也是碳排放的大的来源的时候 那我就会去规划说这个产品要怎么样去做规划 那也导致就是所后会有绿色供应链这样子的效应产生 所以水与放流水我认为是以技术来说他根本 其实真的不是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原则上 所以他是蛮有机会去做到的 那整个环境的监测 刚刚我然后额外打菜一个 那个刚刚讲ShackGPT 我们在做温室气领的盘查 我们常常会需要去查所谓的GFG排放系数 那排放系数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参数 它就可以在资料库上找到 比如说一张名片这么大的纸材大小 它对应的是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如果你是一个顾问公司的员工 那你就会顾问公司会自己买一个很贵的资料库 比如什么生命周期资料库 那买完之后它就会有个资料库你可以去查 但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花钱买这个资料库 那我们有试过你ShackGP上问 他是就是你可以查到 他会告诉我然后他会给你参考文献 你只要说请告诉我 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去查这边 请告诉我这个卫生纸的排放系数 而且请提供参考 并且请提供参考文献 那你就会发现他就有他就会给你 有些真的是不错 他就会真的是给你有学术根据的参考文献 所以其实在ShackGP对于晋零 就我们来说他是一个降低入门门槛很好的数位工具 那当然他的真实性或是他到底这个西数适不适合 就还是要回到领域专家 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判断 但原则上如果对于普罗大众对于这种科普性的知识 我认为是很有帮助的 好那大家如果没有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所以工商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报道的活动 就是外面叫后你扫完之后 输入3345678 可以拿一个农兰讯的这个经验的后备带 就是一个漱口袋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出示农兰讯的好有加好有画面 好然后我东西在那边 所以等一下可以來換 小如限量喔 限量喔 要換多少塊 好 那我們謝謝大家的參與 上半場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半場1點半開始 謝謝大家